台东县客家文化园区 特别邀请了国立台东大学 数位媒体以及文教产业学系 共同办理了 曙光台东厚生数位多媒体的设计展活动 17号的上午在客家园区盛大的拆展 从今日起一直到明年的2月9号 都能够在此体验最新的多媒体数位科技 台东大学数位媒体与文教产业学系 与台东客家园区共同合作 17日的上午在台东客家园区 办理树光台东厚生数位多媒体设计展的开幕茶会 现场展出多项学生的创作 吸引许多民众到场体验观赏 台东大学表示 希望透过展览的模式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学生的作品外 也盼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推展 另外现场也都会有学生注点 为民众进行解说 感谢这次县普 还有客家文化园区 还有绿绿设计 来邀请台东大学数媒系 来测展 然后来到客家文化园区 这个展场来做展示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作品 蛮多元的 包含平面设计 动画游戏 还有文创设计 文创设计这几个部分 那其实就是想借由这次的机会 让这个台东在地的民众认识我们这个树梅系 那也希望借由这次机会呢 能够把这些树梅媒体的这些讯息 我们的专业 可以让台东在地的民众认识 然后未来能够又发更多的这个结合在地产业 跟我们树梅一起展现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我们这次展览的这个 带来的作品因为场地特性的关系 所以呢 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用输出跟实体的形式展现 那欢迎各位来参观 那我们也在展场内也有许多这个同学 可以来协助导览 本次的展览自即日起 到明年的2月9日 欢迎对多媒体创作 以及数位科技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前往未在池上的客家园区进行观赏 记者陈继麟池上相报道